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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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十个多月了 十个半月了 上次来是几个月啊 上次来还没断奶 那时候才四个月 对 讨论的都是特别小宝宝的问题 什么怎么穿到不湿啊 穿不穿啊这些 所以戴老师这个上完这个节目 跟现在您觉得自己的变化是什么 就上次到现在 今天早上还跟她老公说 妈 你过来 开个会 给你开个会 我今天临出门的时候 我还跟她说 我说 我说姥姥 你过来一下 我想跟你谈一谈 她说 谈什么 就跟我们家阿姨 我跟你说 我说你不要逃避 我要跟你谈 她说谈什么 我说以后你要知道这个家里面 爸爸妈妈才是老大 哎 你这么说啊 在我们家有个死定了 不是 这些小姑娘这样太差了 就是 就是我 我儿子现在特别会讨姥姥的那个开心 我跟他们俩说 我说 你们可能没有我研究的透 我对这个孩子 我一直关他 他每一天 每一个行动 每一个什么 眼神 什么 我一直关他 我老公说 妈 你就是太关注他 你这样 他真的不行 您多潇洒一个人 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 你有脸婆吗 之前说了 我说这个孩子啊 我一定很理智很理智的去教育他 没有 虽然你们表面上穿的是一样的衣服 内心对不起 内心感觉还是有距离的 没错 而且其实我们每个人 就到了妈妈之后 就我们自己和生孩子之前 都有好大的变化 我是没有时间早睡 没有时间晚起 没有时间娱乐 没有时间出去喝下午茶 各种没有 我的所有的经历都是 她吃了吗 喝了吗 睡了吗 拉了吗 拉了吗 尿了吗 就这些 看来女人当妈前后 真的有很大的区别 可当了妈妈以后 为什么会这么累呢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 台湾著名育儿专家 黄聪宁黄医生 来和大家一起探讨 妈妈们的三宗类 本期节目 可以抢到限量优惠神券 方法呢 就是拿出你的手机 打开微信 再选择发现 选择摇摇摇 选择电视 你就可以开抢了 来听我的口令 3 2 1 开始 谢谢 最好的朋友的黄医生 就要出书了 我们先来恭喜一下 恭喜 谢谢 能不能先送我们今天的 这个戴老师一本 是 戴老师 这是黄聪宁医生 陪你健康幼儿 黄医生这本书 其实是在台湾 已经再版了很多次了 一直是幼儿的畅销榜的第一 那我们也把这本书 引进到了内地 然后出版社 然后再出 叫黄聪宁医生的 陪你健康幼儿 对 对 我特别需要各种的书 他五个月的时候 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是对了一些那个 他爸爸不知道 就对了一些那个生的矿泉水 他就轮状病毒了 他就有一点点就是 非叫什么 弱阳性的轮状病毒 哇 幸好他底子好 他拉了十几天 还是二十几天的肚子 他居然精神状态 还是那样特别亢奋的 胖乎乎的 那他爸爸在家里的地位 还有吗 后来 没有 现在就没有 他再也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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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带孩子之类的 所以 这本书里面的疾病篇 大概第五篇 就刚好讲到个 轮状病毒 那在过敏的地方 也刚好讲到了 食物过敏的病毒 对吗 是没有关系吗 其实都是可以改善的 对 其实我看着姥姥和妈妈 我就觉得你们两位那个 就是有一种 有点那个焦虑的那种情绪 我们准备了几幅漫画 我们一幅一幅地看看 我们能不能找到这个迷笔 我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我们来看画的当中 是个妈妈抱的小朋友 然后她说 我到底该听谁的呢 老爷 姥姥 爷爷 奶奶 还是奶爸 因为每个人都在给这个妈妈 不同的建议 我认为是发自内心的 就是说这个太多人在参与育儿 我妈也很明确地告诉我 对啊 我很忙 我要出去拍戏 我要工作 所以我还是让你婆婆去帮你带吧 但是我就觉得 哎呀 我不要累我妈 我也不要让我婆婆带 我就跟我老公自己带好了 结果现在演变成 不知道为什么 我妈也来帮我带 然后下个月我婆婆也来帮我帮我帮 怎么回事 那意见不合到底听谁的呀 她 我就我就一抱起来 就好像没听见一样 我今天还在反思 我说我有说这个状态怎么就像 真的是大声说小孩 小孩 啊 啊 啊 装傻冲落了 您怎么有经典呢 是不是黄医生也是这样 我还蛮幸运的 因为在我们家 我的这个丈母娘很尊重 我倒是想问问黄医生 既然大家意见不同意 我们围绕着在孩子身边 虽然他只有几个月一岁的时候 这种东西对他到底有没有影响 这个我还想知道 有没有数据的调查 六个月的宝宝就可以感受到紧张的气氛 所以我其实常常碰到一个状况 是妈妈因为跟其他的照顾者意见不合 就把自己跟宝宝关在一起 就是你们都别来 都别来都别来都别来 我自己来 结果只有妈妈跟宝宝两个人 每天朝夕相处相应为命 其实对那个婴儿的发展是不好的 这个婴儿需要的衣服感对象 也就是主要的照顾者对象 最适当的人数 大概两个到六个之间 所以现在的这种我们家庭结构里面 所以姥姥姥爷或者是爷爷奶奶 要进入到家庭里面 一起成为衣服感的 宝宝衣服感的对象是很棒的 那问题来了 如果今天两个人的意见不同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会劝每一个照顾者 都能够感受到就是 别人 另外一个照顾者要自己 对他跟宝宝的相处模式负责任 他们有这个相处模式 因为有些老人家他比较疼孙 所以他就被他于屈于求 或者是被宝宝或者是小孩欺负 那你看人在旁边很不忍心 想说我怎么可以欺负我的妈妈 或什么的 但是你不要特别去介入 因为他们两个有他们的相处模式 你坚持好你跟孩子的相处模式 这样就够了 宝宝很聪明 小孩很聪明 他渐进就会知道说 跟你要这样相处 跟你要这样相处 跟你的界限在这里 他就不会去越线 会一开始会有点想挑战 你只要拉稳 温柔而坚定地拉稳 渐渐你们相处就很愉快了 太好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张办法是什么 我一致千金只为孩子 为了孩子 我买买买代购和国产 到底哪个才合适宝宝 对 我就是买买买 买买买 然后我这双鞋我买回来 我发现大理号 我再买一个小的 然后这个鞋 这个颜色不够好看 我再买一个另外的 我就是买买买 我觉得什么我都要给他买 我给我自己 我都没这么疯狂过 他就是喜欢 但是还好我还会控制他 黄医生 我妈妈是不是 跟我的相处模式就不对 他就应该跟孩子 有一个相处模式 我跟孩子有个相处模式 管我干嘛呀 这个孩子是不知道的 而且有人就是喜欢代购 就还有人就是相信那个国产的 其实这也是两种分歧 所以我想问问现场的妈妈 还有我们就是台上的妈妈和老了 还有电视机间的妈妈们 你们是怎么选择的 所以我们今天摇一摇的问题就是 选购婴儿用品 所以你会选择 A 代购 B 国产 现在电视机间的妈妈们 都拿出你的手机 打开微信 然后点击发现 进入摇一摇 选择电视 你就会看到投票的页面 来告诉我们你的选择 3 2 1 开始投票 是没有意识的 是 是 这个结果差不多 就分别不是很大 完全是百分之五 这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来来来 掌声 我想问问两位 戴老师 您是 国产 一定是国产 国产 对 国产 我觉得现在这国内的东西 孩子穿的呀 这些用的东西 国产都没有问题 好的品牌很多 我们很多国产品牌出口呢 对不对 没有问题 当我没有经验的时候 我就会相信 重妈妈选择的 国外的一些产品 因为他们确实有口碑啊 而且好用啊 而且 放心啊 其实说到这个呢 我们为什么抛出这个话题呢 也是妈妈的困扰啊 所以今天其实 我们反而想从这个 黄医生的角度 因为你觉得 包括代购的这个东西 哪个确实是适合我们 就是中国人的 我会特别想代购的 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 我想跟人家不一样 这个东西 大家都没有 只有我有 现一现 人家说哪里买啊 没多久之后 这个也有了 法国的 好玩就好玩 那第二种就是 也许那个东西 它刚好 那时候欧元大跌的时候 你就想 哎呦 这么便宜啊 大跌 大概就是这两个心态 但是其他 在很多事情上 我也跌了 摘了跟头 比如说 我曾经买过 这个婴儿的这个背带 那结果买的是北欧的 看起来很漂亮 往路上看起来都很炫 拿回来热死我 天 我们住台湾你知道吗 那被那宝宝门到门冒汗了 北欧困了 去北欧旅游的时候 对他们来讲 透气根本不是个问题 那么冷 对 保暖比较重要 对 可是大概就是有一些 错误的经验 那以医生的角度来讲 我最不建议的就是 一些妈妈们去代购 一些吃的东西 营养品 补品 就这种 你从外面带过来 这个吃的东西 你就很难去抓 比如说它是真的假的 它是药品还是食品 有些人代购回来 他只相信上面写的东西 可是带回来的 这个上面写的 全部都是外文 他也看不懂 他就那个商家说好就是好 搞不好里面是药 搞不好剂量不对啊 搞不好它都过期了 标准是不是也不一样啊 对 说到这我想起来了 以前拜通的妈妈 请到中国第一药剂师 季连梅 季连梅老师就说 有两类产品 是不建议妈妈们来代购的 一类就是药品 还有一类就是保健品 对 而且像我随便举个例子了 像鱼油 写的这个商家写的 天花乱坠啊 没有含重金属吧 北欧什么海里面捞 你哪知道 对 说实在他从哪里捞的鱼 你根本无从追查起 对 所以那他又没有认证 他没有指检 你搞不清楚 那你以为好像可以相信国外来的 但事实上不是如此 所以这个要非常小心 然后我问一个问题 我记得上次我们那个药剂师来了以后 说到一点 我正好想跟你 他说其实我们中国对这种小孩的这种保健品的审查 非常严格 是高于国外的 就其实我是知道 原来我们乐福网的时候做过保健品 非常严格 大家看到保健品出事 其实很多不是正规渠道的 你真正能够申请那个字号非常难 所以我们国家可能就是因为在这方面有那样的不法之徒 所以他把门槛设特别高 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个误区 认为国外的保健品的审查比我们严 其实我们比别人严多了 是不是这样的 的确是如此 所以重点其实应该不是说国外国内 而且是你有没有通过指检 有没有通过认证 这件事情才是你真正要挑选的主要的方向 最常去代购的可能就是奶粉 还有尿不湿 奶粉尿不湿是代购非常多的 怎么鉴别国产品牌跟国外品牌 它的不一样 我特别想知道它到底哪儿都不一样 大家现在都说我喝国外喝国外的 那我觉得OK 但是国产跟国外 我们怎么去辨别它的不一样 其实理论上 只要它是通过指检或认证 可以上架上面写婴儿配方的 它都应该要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或农粮署 所规范的成分比例 这就有一罐这个军乐宝的 幼儿配方奶粉 我看这个奶粉挂上就有 营养成分表还有配料表 这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罐奶粉 背后应该都会有这个营养成分 那就如同我刚刚说的 里面的成分的这个糖类啊 蛋白质啊 脂质啊 脂质啊 还有各样的营养 都应该要符合国际农粮署 跟卫生组织的标准 所以上面都会列的 一定会有啊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些 阿法乳清蛋白有多少啊 脂肪里面有这个DHA啊 ARA啊 碳水化合物里面 还有这个FOS啊 这个低聚果糖或低聚半乳糖 你看这上面该有的 它都应该会列出来 那你不应该会有跟人家不一样太多的 比如说哎呀我想这个 什么什么营养素特好 把它胡乱把它加进去 就是不应该的 所以说老实话 这个民众一般拿到 我们就是看 是不是经过有指检有认证 然后它上面贴的 是婴儿奶粉 有已经有一个官方的认证之后 那你在对对看 你就会发现 其实每个品牌 它里面的成分 理论上应该要大同小异才对 就是经过官方认证的 世界各地的奶粉 其实这个成分都没有太大的差别 对 不应该有太大的差别 原来奶粉的营养元素含量 是有一定标准的 而且妈妈们你们知道吗 你们千辛万苦代购的东西 很有可能因为 国内外宝宝的体质差异 而不适应你们的宝宝 那么国内外宝宝的体质 究竟有什么差别呢 中国的宝宝跟就是 离我们很远的一个国外的宝宝 这个体质跟选择奶粉 跟选择食物都是有关系的吗 那到底差别是什么呢 我们的体质 其实我们从反过来想 是妈妈的体质不同 妈妈的饮食不同 从这个角度想 因为宝宝在你肚子里面的时候 其实你的饮食 你的生活形态 就会影响到你宝宝未来 对一些营养素的需求不同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亚洲的妈妈有些不爱吃肉 或是肉吃的少 觉得这样比较健康 可是那个 有些白人妈妈吃肉 天天吃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的宝宝在肚子里面 你在养胎的时候 也许 他的铁质的量 就会在正常的边缘 一定够啊 我们都说妈妈会把所有的铁 都给你的宝宝 所以宝宝一定够 可能你会缺 但他不会缺 可是他会就在正常的边缘 出生之后 他就继续用你给他的铁 给他的铁 那你喂母奶的时候 也许你吃的饮食上 也会影响到你这个宝宝 吃到的这些营养素 所以他到后来 缺铁贫血的几率 可能就会稍微高一点 如果妈妈饮食里面 都没有这些红肉 或是含铁的食物 这是一个例子 所以那意味着 我们其实在选择 不管是奶嘴啊 甚至是给孩子 喂到嘴里的东西 我们都不应该是考虑说 人家怎么样了 这个怎么都好 而是我们自己的体质 对吧 甚至是经过医生的咨询 或吩咐自己的知识 对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第三类是什么 今天准备要带宝宝出去玩 可是呢 宝宝每次出去 就好像大搬家一样 没办法 要准备这么多东西给他 要给带腐蚀的小粥挂 不光带小粥挂 还要带一个小饭碗 哎呀 还要带几把小勺子 有喂汤的 还有喂水果的 另外呢 还要准备奶瓶 还有呢 就是要清洁的用品 折腾了大半天 终于可以出门了 但是 这手拿着孩子的东西 这手 还有我自己臭美药用的东西 背后还给孩子背了好多吃的东西 还要推一个婴儿车 我哪是辣妈呀 我就是一辣的妈 我看这个视频里的妈妈 小维也在我们现场 欢迎小维 你小孩多大了呀 四岁 那要出国你得带几个箱子呀 两个行李箱 已经最精简了 一大一小 然后背一个包 手里跨一个包 实际上还要拿一个 就是装钱的 还有护照的包 我们最长的一次去了那个澳大利亚 中间转了几个城市 转了几次飞机 你要带着娃 带着婴儿车 还要带大包小包 去追那个飞机 去赶飞机 有的时候是半夜的航班 真的是非常的焦虑 我其实飞行时间才一个小时 但是我也是五个箱子 问题是五个箱子不重要 我的婴儿车是分解的 就是大婴儿车 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我这打包 就光打包是两个箱子打包 所以后来我发现 有一个这个就可以了 来 这个是一个口袋车 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散车 然后它就是这样一抖 然后 你看 就甩开了 然后收的时候也很方便 你这样 对 你看 它就是你一抖那两个白箱 一秒钟就把它抖起来 然后扣上 重要的是 不错吧 而且这个车主要是 但是它这个兜嘛 它这个兜底下 还可以放一些杂物 我给你们展示一下 它是小恶魔的那个水杯 对 水杯 特别可爱 我们可以把这个水杯也放在下面 吸管杯 对 小宝们试试啊 好 好 其实不只是妈妈这个鞋带方便 姥姥推到下面 毛下去 我觉得更方便 这款车特别有名 这是好孩子的口袋车 你知道它有一个 爱称叫行走的妈咪包 就刚才 好乐凡演示的时候 是一秒折叠 就是摁住这个之后 一秒就可以把它折叠起来 这太方便了 就让你的出行特别轻松 还省去了好多 就是折叠的时候 那个尴尬 还有着急的那种面 妈妈们带娃出行 一定要轻松简便 这样才可以省下更多力气 有一个好心情 但妈妈们有一根鞋 一定要绷紧 那就是安全 各位宝爸宝妈们 宝宝的出行安全 你又知道多少呢 我们今天在现场呢 这个有一个叫 模拟的安全座椅 这个就像我们 在气上上的座位一样 对吧 这就是安全座椅 对 黄医生知道我们要出的问题了 是啊 我们现在就模拟一下 假如你有一个 一岁以下的宝宝 一个一岁以下的婴儿 我把它孵出来了 嗯 你该怎么样 去把这个宝宝 放在我们的安全座椅上 我吗 这是一个测试啊 我会啊 两个人可以合作 没有关系 我会啊 因为我们经常是合作 对吧 来来来来 因为我是一定要让他做安全座椅 他的这个背带 就把孩子的两个胳膊固定住 然后这两个扣 其实这跟我们家的安全座椅很像 很像 是不是都是这样吧 安全座椅都是这样设计的 不 也有不一样 嗯 好了 他是这样固定住了 他是一岁以内的孩子呢 他有一个加层 嗯 就是有一个加层把它固定住 那慢慢长大以后 他要把这个加层会去掉 然后这个是这样转的吗 嗯 还要把它转动一下 这个跟我那个不太一样 是这样的吗 哎 你们也用的这个好孩子的安全座椅 原来你跟我说你想要 他应该把它转过去 哎呀 对 他把它转过去 然后 一定要面对这个 太棒了 来来来来 我们先掌声鼓勵一下 来来来来 刚才呢我们节目就是故意要挖这个陷阱 很多人说哎呀绑好了 这样的话就是错 所以看你开始在找我就知道你知道我们的答案了 对 一岁以前的孩子一定是要面朝后 所以这个座椅放完把它固定住的时候你要记得 宝宝应该是面向 对 我们的汽车的后面 对 这就是像一个蛋一样 把这个宝宝保护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 那我再出一个题目好了 这个安全座椅要放在汽车 汽车的哪个位置最安全 你先别说 来问姥姥 戴老师 司机的后面 司机的后面 左边 嗯 这还有别的答案吗 哈哈哈哈 为什么笑成这样 因为 因为我们家就是放在司机的后面 是是是 其实还有一种方法 其实我不知道哪个更安全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放在两个后排座位的中间 哎呀 这个厉害 我以为这个答案你绝对答不出来了 其实正确的答案 我也不知道 最安全的是在后排的中间 座位的中间 可是我觉得不安全 我就对啊 我也觉得 是 如果今天一个安全座椅 一刹车就往前 那表示那个安全座椅有问题 对 对 对 安全座椅为什么放中间 最安全 而且当然很容易理解 车子从左边撞 右边撞 前面撞 中间是最后一个接触到的位置 都有一个缓冲的意义 对 这个她可是没有给我科普 是 分享一个事情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事情 我朋友就侥幸心理说 田田不要让她做安全座椅了吧 孩子不舒服 应该她在哭 哎呀 我也心软 那个时候我在开车 我说那好吧 那 那就抱着吧 我也想有那么严重吗 结果这个时候那天好 刚好下了一点点 刚好下了一点点小雨 这个时候我在便道的时候呢 前面有红灯 刚好红灯我撒车了 可能路有点滑 后面有一辆车就把我追尾了 嗯 她刚好抱着我儿子 我儿子那时候还小 幸好我婆婆很大劲地 把她护住了 不然她的脑袋 就会立刻撞在后面的那个 前面的那个座位上 戴老师 对 所以这件事情我回了心 我就告诉她 她说有那么严重 我说妈妈必须要做安全座椅 一定要 因为我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这个让我很后怕 对 如果出了事情 咱们谁都负不了责任 很多家长喜欢抱着孩子坐车 认为这样才足够安全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当一辆汽车 以30公里的时速 划成正面的问题 一个体重10公斤的孩子 会在瞬间产生相当于 自己体重15倍的冲击力 50公里的时速下 一个数值是30倍 相当于300公斤 普通的相扑选手 也就是100多公斤 相见一下 在碰撞的瞬间 两个相扑选手 挣扎着脱离你的怀抱 如果你们坐在副驾驶位置 并且没有任何约束 他们会直接撞下等方玻璃 甚至冲出车外 并重重击中他们 结果就是 我们可怜的相扑运动员 不 是我们可怜的孩子 因为剧烈的撞击 导致头颅受伤 胸部骨折 颈椎骨折 甚至是窒息 如果坐在后排 我们的相扑运动员 脱离怀抱之后 会重重的撞向前座靠背 如果家长也没系安全带 孩子就成了家长的 人肉安全气挡 所以飞机时刻 能慢慢抱住孩子的 不是妈妈的怀抱 而是儿童安全座椅 除了年龄 身高 体重外 安全座椅本身的保护性能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选择因素 普通安全座椅 按欧美和中国国家标准 撞机测试时速 为50公里每小时 相当于 仅能保护从三楼坠落的孩子 好孩子高速骑车安全座 测试标准高预时速 60公里每小时 甚至达到80公里每小时 相当于可以 为从八楼跌落的孩子 提供安全保护 好孩子高速骑车安全座 让爸爸乘车更安全 既然安全座椅如此重要 那么接下来 黄医生就教您 如何按照 宝宝月龄 身高体重 来挑选安全座椅 感谢本期节目 由让爱拥抱你的好孩子 特别呈现 广告时间内 您也千万别走开 拿出手机摇一摇 就有机会获得 由好孩子提供的 儿童汽车安全座椅 京东母婴提醒您 拜托了妈妈 稍后精彩继续 京东母婴提醒您 拜托了妈妈 马上开始 一般的宝宝带9公斤 都可以做这种提蓝式的 提蓝式的 那提蓝式的状况下 当然就是面朝后 是毋庸置疑的 对 9公斤以上 有些宝宝 头就会超过这个范围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的垫子拿掉 那么这个时候 基本上我们还 这种叫成长型的婴儿 这个安全座椅 我们希望它还是面朝后 现在的研究是告诉我们 面朝后的时间越久越好 直到你小孩抗议受不了了 脚卡在那边说 我不要再往后了 这时候你们再把它面朝前 那大概这种可以做到 18公斤 18公斤以上 其实就可以 甚至有个安全坐垫就好了 那坐上去的时候 安全带不要卡到脖子 也不要夹在腋下 就正常这样 从肩膀这边下来 那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用汽车原本的安全带 加上一个安全的垫子 这个安全座有五点设计 是哪五个点 那我看到的 一个 两个 算不算是三个 这算不算一个两个 人家乱摸 我都不知道没几个点 你就看只要有按钮的就都是 三 四 又少了一个 已经很尽力了 标准答案是有这个绳子的 或者是有这个固定带子的 是一个点 所以这边 左边肩膀 右边肩膀 别忘了它 这边有腰部 按摩 左边腰部 右边腰部 还有胯下 所以是一二三四 还有五 五个点 那这样的话 其实宝宝的安全 而且绑的时候要记得 这个地方 像这个有一个功能 是可以拉紧的 所以不要说五点四 然后就五点都 我们说五点四 好安全 结果都松松垮垮的 就要看一下是不是够紧 像这样的五点四 就没有用对不对 这个头随便一钻 就钻出来 手一下就跑出来 这种就不算 所以我们要把它拉紧 拉到大概就是一个手指头 两个手指头 这样就可以 五点 同志同价陆港同享 感谢本期节目 由君乐宝奶粉特别呈现 广告时间呢 您也千万别走开 拿出手机摇摇 您就有机会获得 由君乐宝提供的千元奶粉大礼包 京东母婴提醒您 拜托了妈妈 稍后精彩继续 京东母婴提醒您 拜托了妈妈 马上开始 今天我们要送礼物了 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100位妈妈 你们每一位呢 都会获得 由京东母婴提供的 君乐宝的心意奶粉 而且呢 还有好孩子 100份舒润便携装 虽然今天呢 是6月19号 但是京东618的优惠 还在继续 最后两天 最后两天了 进入京东618母婴主会 场间或一元风墙 满199-100 爸爸妈妈们 一定要抓紧机会 赶快下单 最后就是 大家千万别忘了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 就是每周一晚的21点20分 拜托了妈妈 会在安徽卫视 准时和您见面 还有我们一起说出 我们节目的口号吧 来来来 做妈妈很OK